历经58分钟的顺时针 匀速转动80度后 22号中午 鲁南高铁山东河泽 至河南南考段 上跨经久铁路转体梁 实现安全对接 标志着鲁南高铁 河南段控制性节点完成 鲁南高铁是国家 八纵八行铁路网的 重要连接通道 线路全长494公里 是山东省有史以来 建设里程最长 汇集人口最多的 高铁田